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滯留頸 要先教叫做連通管原理 這個是我教的連通管原理 如果你們理化科是我教的 我就這樣教連通管原理 像連通的同一個水瓶面上壓力必相往 我為什麼要這樣教連通管原理 因為這個跟計算體有關係 有這個觀念就可以拿來解決所有玻璃切率實驗的問題 解決所有氣壓器的問題 都用這個想法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瓶面上壓力必相同 但是一般老師參考書上面所寫的連通管原理是說 如果我是連通管 我們的液體會在 同一個水瓶面上 你平常看到連通管原理是說 我們如果是連通管 我們的液面會在同一個水瓶面上 叫做連通管原理 好 那他會跟所謂的滋留井有關 什麼叫做滋留井 就是你這頭井挖下去之後 別的井是要丟補得下去 裝水才有水可以喝 啊不用 挖一個水會自己 流出來 要做滋留井 要做滋留井 他的原理是這樣 先不要抄 先看圖 老天爺下雨下下來 左邊有補助區 右邊當然有補助 我一直強調左邊在補助而已 然後呢就往下裝 裝滿的叫做什麼 飽核彈 所以這邊都裝滿 叫飽核彈 也裝滿叫不飽核彈 下面這個地下水呢 被兩個補助水夾在裡面 壓在裡面 叫做 受壓地下水 上面那一層沒有被壓 自由地下水 然後呢 各自有各自的地下水面 上面的是受壓地下水面 下面的是一般的受壓地下水面 好 老師剛才跟你說 你要挖到飽核彈 挖到地下水面才有水 所以這頭井就有井水 因為他挖到了地下水底 挖到了地下水面 而這頭井就叫做滋留井 為什麼這頭井叫做滋留井 因為 我們這裡 他的地下水面呢在上面 他的地下水面在上面 根據我們 他的地下水面在這裡 根據我們交的連通管原理 我們是連通管 我們應該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所以呢下面這裡的 下面這裡的水 應該要能夠升到這裡來才對 可是他上不去 為什麼上不去 因為被葡萄水塵擋住了 所以他上不去 然後你現在開了一口井 把那個井 洞打開了 他就往上伸 伸上去了 伸上去 伸上去的時候 他的地下水面在這裡 可是他井頭在這裡 可是他卻要噴到我們的地下水面為止 所以那水又是怎麼樣 就自己就 流出來了 所以就變成所謂的叫做滋留井 所謂的滋留井 所以要形成滋留井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你要挖到所謂的 受壓滋下水 第二個條件 你的井頭要比受壓水來的 低 這口井 就不是 這口井就不是滋留井 他有沒有挖到受壓滋下水 有 他挖到了受壓滋下水在這裡 可是呢 他的水面在這邊 井頭在這邊 所以他水只會升到這裡就停住了 這樣有沒有自己流出來 沒有 所以他就不是滋留井 所以他就不是滋留井 所以 兩個條件 這又是這邊所寫的 你必須要挖到受壓地下水 根據聯通管原理 你要升到你的地下水面 而你的井頭比較低 地下水面比較高 水就自己流出來了 就會形成所謂的滋留井 誰要告訴我 行程滋留井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你要挖到受壓地下水 第二個條件 你的井頭要比受壓水面來的低 這樣子你才會是形成滋留井 這樣子你才會形成滋留井 OK 所以就是這張圖 所顯示的 下一張圖的意思一樣 你的畫法不一樣 這兩口井 都挖到上面的自由地下水 所以他們呢 都是一般的井 這口井 有挖到受壓地下水 但是呢 他的井口在上面 水面在下面 井口比地下水面高 所以他不是滋留井 這口井 水面在上面 井口在下面 所以他水就會自己流出來 這叫做滋留井 所以呢 最右邊那口井就滋留井 中間的那口井就不是滋留井 考試就這樣子考 畫一張圖 畫幾頭井 問你哪一頭井是滋留井 要挑那個 有挖到什麼 受壓 還有 井口要比受壓水面來的 看圖來判斷 看圖來判斷 這題有學者有考過 學者考的題目很無聊 學者考你 怎麼樣會形成受壓地下水 上面透水 下面不透水 上面不透水 下面透水 兩個都不透水 兩個都透水 答案叫做 兩個都 不透水 兩個都不透水 OK 就這樣 所以這就是要有受壓 所以 行程滋留井的條件 要挖到受壓地下水 被夾在兩個不透水層中間的 然後呢 要挖到了你的井口 要你的受壓水面還在低 受壓水面還在低 這樣才會有所謂的 滋留井 然後會看圖判斷出來 誰會是滋留井 可以嗎 OK嗎 好 這是 地下水的流動非常的慢 每年只流了一兩公尺三四公尺 所以你現在這裡有地下水 都是很久很久以前慢慢慢慢的流過來 同時呢 更新週期很長 更新週期很長 要整個換新要花很久的時間 要一千多年才把這個整個水都換新掉 這兩個因素加起來造成什麼結果 第一個結果 如果你現在把這口井 抽到乾 一滴水都沒有 在你有生之年 它都是乾的 你現在把那個水抽乾了 就沒有關係啊 老天還會下雨啊 還是有滴下水還會過來啊 可是這樣非常非常的久 你已經多活了一百多歲 所以 在你我生之年 它就是 乾掉 就不會有水 就不會有水 第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 你看 你萬一把它弄髒了 就沒救了 你萬一弄髒就沒救了 它不是第三個大豆 裡面都是水 然後你就比如說 你就說啊 我再加點 加點那個什麼濃厚藥劑 下去拿拉拉拉 它就變好 不會 這是石頭啊 你拉它不起來 你有沒有想到嗎 然後還有 更新週期很長 沒關係 這一堆水 髒掉 沒關係 我等 它全部旅遊光 有薪水現在就乾淨了 好不好 等 有薪水 你的一千零 你的一千零 所以 洞商就沒沒有救了 草原 有所謂的隔離 為什麼 RCA工廠 忽然液液地下水 使液液地下水的含荷量過高 種出來的道理 都是含荷量過高 重金屬含量過高 卻不能吃不能賣 我們怎麼辦 我們只有一招 修根 不重 不重 中根不重 因為重出來通通都 含荷量過高 有救嗎 沒救 地下水在那邊 基本上是沒救的 所以你萬一把地下水弄髒了 麻煩就 大 麻煩就大 基本上就是沒救的 因為它流動緩慢 跟新週期 很長 所以要請我們注意 OK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好久保持 好久保持